这里就是市场部 你的工位在那边 讯牌刚刚已经给你了 一会儿会有人力资源的同事 把你拉进公司的大工作群 另外记得注册一下 公司内网的邮箱 会有邮件通知到 你现员工的培训时间 好 待会儿大家两分钟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谭靖 从今天开始 她就是盛总的行政助理 大家好 我是谭靖 我以前没干过这份工作 以后可能希望大家多帮忙 欢迎 欢迎 谢谢 我刚刚在里面接电话出来网了 不好意思 我来帮谭靖介绍 好 盛总 盛总 你好 您好 来认识新同事吧 莉莉 我们部门的秘书 这次她计划经理 抱着玩偶的可爱的妹妹是 Gigi 设计师 Linda 企划专员 刘 那边还有几位同事 我这儿还有一个会 要先去开一下 让莉莉一会儿帮你介绍 好 好的 上去去忙 带着谭靖出席一下工作 好 放松一点 大家很好相处 是吧 是 再次欢迎你 谢谢 大家去忙 莉莉 你好 好 你好 先注册一个公司邮箱吧 对了 你英文名叫什么 你是有英文名的吧 有 叫什么 叫我Daisy就可以 对 你英文很好的 但是我们盛美呢 已经有六个Daisy了 所以你是第七个 所以要备注一下啊 你 莉莉 对不起啊 刚才盛总说 让你帮我熟悉一下公司的业务 那我 我具体应该做些什么 眼里有活就行 什么路子啊 你一个行政助理 不是艾米而是维基领过来的 已经很奇怪了 更奇怪的是 盛总居然还亲自介绍 这人什么来头 你们猜啊 你快说呀 别卖关子 说呀 说呀 说嘛 说呀 这姑娘是盛总点名要的 之前在门店做收盈 上次盛总去的时候 就看一下啦 收盈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那次盛总好像还来了一个英雄救美 说这姑娘写了一封英文信 你们猜盛总夸她什么 说什么啊 人如奇闻 哇哦 不是吧 咱们盛总眼光那么高那么挑啊 之前HR给他推荐好几个 他都看不上 竟然看上一个前台收盈啊 我亲眼看见 这位姑娘晚上十点来公司 盛总亲自接见 两个人在办公室里 是不是 聊了好久 我跟你说啊 这种话不好乱讲开 是不是关着门 是不是 是啊 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行了 工作工作 嘘 晓妮 晓妮 你就是 正要找你呢 你要的东西 晓妮 最近挺忙的吧 你看你都瘦了 注意身体啊 对了 我爸的报告下来了吗 报告还没下来 你放心 说不定啊 是虚惊一场 我走了 我爸 传叔 刚才晓妮 您看来是没关系 你来到我吧 你会去哪里 啊 你把孩子